那疏后三个月就可以进行备孕 那海浮道治疗不影响未来 你怀孕之后主月要接受要进行 怎样的分娩的方式 你可以选择自然产补物产 但是它没有一定影响到这个方式的一个进行 那海浮道的适应族群呢 比如说害怕害刀害怕麻醉 麻醉一定会有风险 麻醉有可能会有些心血管 脑部的一些风险 或者是吸入性肺炎的一些风险 或者是接近更进行 大家都知道更进行之后 荷盟又会下降 子宫肿瘤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大 所以其实有时候在更进行 接近更进行患者 他因为肿瘤的因素影响 那其实这时候 海浮道可以提供一个无法治疗的方法 帮助他度过这段时间 那保留子宫 保公当然是就是海浮道 希望这些病人希望保留子宫痰 就是可以接受海浮道治疗 那过去曾经开过刀 现在又复发了 总不能一直开刀下去 那越开刀 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骨盆腔腔下面的沾黏 越来越多 那另外就是年纪加轻 暗眠希望维持一个完整的肚皮 不要肚皮上有任何的伤口 因为大家都知道 有伤口就有机会会长疤 那当然最重要就是为了解除反解症状 筋痛肌血量多 骨盆压迫 压到膀胱贫尿 甚至不好解尿 甚至压到腰背腰痛 或者压到大肠 造成一些腹泻便利的夜线症状 甚至造成长期不容易受孕的情形 这些都是海浮道治疗的适应症 那什么情况之下不适合接受这样的治疗呢 当然你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 脑部的疾病 这些就比较不适合接受海浮的治疗 或者是你有急性的骨盆腔的发炎 我们海浮道是提供能量 有发炎的话 也是一种能量聚集在我们的骨盆腔 这时候就不适合用海浮道治疗 或者子宫颈有一些异常异变的情形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肌瘤 这个肿瘤 这样评估有癌化恶性的可能性 这是绝对的一个经济症 那在目前的话 阿南院其实在越方的支持之下 我们有个团队 所以我们可以完成一个 就是SOP治疗的流程 所有的患者 都是会在门诊之旋 就跟我刚才所说的 不是所有的患者都是适合海浮道治疗 那根据医病沟通 我们会根据患者的症状 那它有子宫肌瘤 可以提供有些患者很适合手术 有些患者很适合海浮道 有些患者是适合海浮道優先之后 再接手手术 所以根据不同的患者提供客制化的一个治疗 那如果这个患者在我们评估之后 是比较倾向适合海浮道的 就会进入到下一阶段 就是术前的核磁共振的一个检查 核磁共振 绝对是检查 子宫肌瘤 一个完整性是比较矮化 在目前为止 算是一个ghost standard最高的准则 只不过因为它如果应用在一般的筛检 那对健保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所以会自费做治疗前的核磁共振的一个检查 那核磁共振的检查 就会看子宫肌瘤的形态 血液供应的情形 子宫肌瘤跟周边组织的相关的构造的一个关系 那做一个完整的评估 这个肿瘤是不是适合治疗 接受孩子道的一个治疗 那如果这一切都是适合的 他是一个很适合的患者 可以接受孩子道治疗 那我们就会进一步安排住院 那在住院的时候会有一些 厂道的准备、膀胱的准备 那隔天就接受 住院隔天 第二天就接受了一个孩子道的一个治疗 那过程中 如果治疗是比较顺利的 肿瘤比较小的 位置 比较OK的 那其实 40分钟就可以结束 那有些肿瘤真的很大 比较大的 那可能就是 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那过程中听着音乐 看着剧 轻轻松松的完成这个治疗 那结束之后 回去都可以下床走动移动 恢复得非常快 隔天 再接受一个术后的核实共证的一个检查 就出院了 那目前的费用的话 大概就是在20万上下 目前是属于 在院方是属于处置费 所以需要有十支十付的一个支持 所以这部分 因为在台湾还是属于 不在健保的一个给付里面 住院是健保 但是这治疗的过程 是属于自费的部分 那所以这部分的经济考量 也是或者保险的考量 也是在疫病沟通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环 好 好